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诱导公式当中的第一组 表示的是中边相同的角 的同名三角函数 相等于 正弦等于正弦 余弦等于弦 那么我们今天要看一看有几个角的关系 比方说对任意的一个角 Ralpha 我们来做出 假如说这个角是 Ralpha的中边的话 我们把Ralpha的中边关于Y轴对称过来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角 既然这是对称的 那么这一个角和这个角的大小相等 因此这个角 我们可以说它可以表示 Pi-Alpha的中边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边 沿AX轴对称过来 就可以得到 这个 这个角是Alpha 这个夹角也是Alpha 所以我们说 它实际上得到的是 Falpha的中边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角 反向延长 就得到了 这个大小是Pi 因此我们说 这个角是Pi加Alpha的中边 那么说 可以知道 Pi-Alpha 与Alpha的中边 关于Y轴对称 无论这个Alpha中边 是落在哪一个向线 不符合这些条件 那么就有 Pi-Alpha与Alpha的中边 关于Y轴对称 而Pi加Alpha 与Alpha的中边 是关于圆点对称 -Alpha与Alpha的中边 关于Ax轴对称 事实上 我们说 还有一个角 Alpha Pi-Alpha 它与Alpha的中边 是关于 这个Y等于Ax 这一条直线 对称的 而通过这个图形 我们也可以发现 如果Alpha是第一向线的角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找出 Pi-Alpha Pi加Alpha 以及 负Alpha 二分之Pi-Alpha 它们所在的向线 也就是说 如果Alpha是 第一向线角 则有Pi-Alpha 二分之Pi加Alpha 都是第二向线角 还有 Alpha如果为第一向线角的话 那么Pi加Alpha 它就是第三向线角 这四向线的角有 负Alpha 和 二Pi-Alpha 是 第四向线的角 还有一个角 我们要表示一下 二分之Alpha 如果Alpha是第一向线角 那就有 二分之Pi-Alpha 为 第一向线角 复习这些内容 是为了我们记住 诱导公式 做铺垫的 那我们的诱导公式 课本上给出了五套 这个第一套 第二套就是 Pi加Alpha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套 Sine Pi加Alpha 是等于 负的 SineAlpha Cosine Pi加Alpha 等于 负的 CosineAlpha 而 Pi加Alpha 等于 Pi加Alpha 这是第二套 实际上 还有Pi-Alpha 是第三套 公式三 我们在这里的 不一一列举了 负Alpha 这就是第三套 Pi-Alpha 是第四套 二分之Pi-Alpha 第五套 这一些诱导公式 我们主要是用来 进行化减和求值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 不会一一把它列举出来 不过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 就是 记住这些诱导公式的方法 叫做 七变 二不变 符号 看向性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呀 我们要记住这些诱导公式 它主要就是由 Pi加Alpha Pi-Alpha 二分之Pi加 减Alpha 负Alpha 二派 减Alpha 等等 这些形式构成 那么我们所说的 七变 偶变是什么呢 比方说 这个前面是 这个所加的这个值 或者所减的这个值 看一看 它是二分之Pi的 奇数倍 还是偶数倍 如果是奇数倍 就变 偶数倍不变 那变什么呢 是变函数明 也就是说 我们来举例看 三二分之Pi-Alpha 这里呢 是二分之Pi的一倍 所以是奇数倍 变函数明 后面就是 cosA 把正弦变成余弦 余弦就相应的 变成正弦了 那么几变 偶不变 那么如果说是 cosPi加Alpha 这个Pi是二分之Pi的偶数倍 所以 偶不变 三角函数明 不发生变化 而符号看向线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出这两个三角函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Alpha看成是第一向线的角 第一向线的角 然后看一看 二分之Pi-Alpha是第几向线的角呢 我们刚才复习了说 二分之Pi-Alpha也是第一向线角 那么 既然符号也看向线 这个角是第一向线的 所以它的正弦也是一个正值 既然它是一个正值 符号就是正值 符号看向线 再看这个 既然这个 偶不变 这个三角函数明 不发生变化 如果把Alpha看成是第一向线的锐角 那么Pi-Alpha就变到了第三向线去了 第三向线角 第三向线角的余弦值是一个负值 所以符号看向线 这里应该添上一个符号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既变偶不变符号看向线 好 我们把这个结论记住了 那么就要考虑 这五套诱导公式 主要是要起到什么作用呢 将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画出来 求值 那么在画的过程当中 要将任意的三角函数 转换成0到二分之π类的角 角的三角函数值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几个立体 来继续说明 首先看第一 求值题 第一个 要我们求1320度的正线值 那么这个角是相当大了 我们要求是它的正线值 可以首先把它转换成 0到2π类的角 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 通过公式一 可以将它变到 0到2 0度到360度之间 1320 我们可以做除法 1320除以360 那么我们把0约掉之后 这里是上一个 3 3增得就10 那这就是4 24 那么这里就有三个 360度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31080度 加上240度 那么接下来把这个1080度 它就是360度的整数倍 所以可以把它写成是 3 240度 240度是落在哪一个向线的角呢 它是落在 第三向线的角 而这一个角240度 我们也可以再次把它写成 180度 加上60度的形式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右道公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大家看 180度相当于是派减的那套公式 第二套 派加的那套公式 第二套公式 那么 即便偶不变 这里是90度的两倍 所以三角函数名不发生变化 60度 符号看向线 60度是一个锐角 那么180度加上60度 是第三向线的角 正显是负值 所以等负的算计就是 因此答案是负的 二分之 更好算 这是第一小题 比较简单 我们看第二小题 求 括算计负的六分之三十一度 三十一派 负六分之三十一派 这一道题呢 我们看一看 这是一个负角 我可以首先用公式三 把它转换成正角 所以 它可以写成是 酷三 六分之三十一派 为什么可以这样 这又是一个 幼大公式的运用呢 那这公式怎么积呢 这里看一看 就是零减这么多 零十二分之派的零倍 是一个偶数倍 所以它是 偶不变 三角函数名不变 符号看一上线 把这个角看成是一个锐角 那么它的相反 竖的这个角 是第四向线的角 第四向线的余弦 是一个正值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拍两个余弦值相等 而这个六分之三十一派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酷三 六分之三十派 加上六分之派 而六分之三十派等于五派 不是二派的整数倍 但是我可以把四派甩掉 所以它等于 酷三 派 加上六分之派 再一次用到了公式二 派加 那么是偶不变 合三 六分之派 符号看向线 复值 所以它是等于 这是六分之派 所以是 复的二分之 更好三 这是第二小题的 我们在用到 右老公式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一个任意的角 可以首先通过公式一 和公式三 把它转换到 零到二派当中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三小题 求三 三百一十五度 加上 三 负的一千 二百六十度 然后加上 扩三 五百七十度 三 乘以三 负八百四十度 这个设置比较长 我们在求的时候可以一个一个的来处理 那么它应该是三 三百一十五度 这是一个零到三百六十度之间的角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转 看一看它是落在第四项 它可以写成 三 三百六十度 减四十五度 而一千二百六十度 这个值我们也可以用一趟 公式三 三 负值 我们可以看成零 零减是这么多 那么即便偶不便 符号 假设一千二百六十度 它是一个锐角的话 负值这个角是一个四项线角 四项线的角是一个负值 正弦是一个负值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快可以得到这个加号要改成 减号 再看第三项 加上扩散于五百七十度 就是等于扩散于三百六十度 加上二百一十度 再乘一个负的八百四十度 那么又可以用到这个第三道公式当中 所以这又是减三八百四十度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把这一角都转化成了正角 而这个地方三百六可以去掉 于是这里得到负的三四十五度 减去一千二百六十度 可以写成一千零八十度 加上一百八十度 减去 cos210度 cos210度 又可以写成一百八十度 加上三十度 八百四十度 可以写成七百二十度 加上一百二十度 七百二十度 加一百二十度 大家看 一千零八十是三百六十度的三倍 这个一百八十度 刚好又可以用第二套右的公式 这个就是第一套右的公式 所以得到的是 负的特殊角的正弦 四十五度的正弦是 二分之根 二 减去 三一一百八十度 实际上是零 特殊角 这个是cos180度加三十度 即变 偶不变 所以是cos三十度 符号 看一向线 三十度是锐角 一百八十度 第三向线角的 余仙负负负负负负得正 这一项 乘以一个 那就是 3一百二十度 我们来看一看 这得到 负二分之根号二 特殊角 cos三十度 加上一个 二分之根号三 乘以3一百二十度 就是3一六十度 所以是二分之根号三 答案得到的是 四分之三 减二倍 二分之根号二 这样我们就把这道题 给算出来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 三道题的运算 我们发现在有关用 诱导公式解决问题的 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注意把握 这个角 它的这个 在这里 要把它转换成 这一个 我们说0到2π 那么通常 甚至把它最后变成 0到二分之π之间的区 把它变到 0到二分之π之间区 这是 例一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例二 第二 这个第一小题呢 它是一个化简题 那么运用诱导公式来进行化简 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 原式 等于 这里我们还是将每一个音式来进行化简 三二π 三一π 减α 那么这里是二π是二分之π的四倍 几变 二不变 符号开始向线 就得到 三一α 符号 α是第一项的锐角的话 二π减α就是第四项线的角 所以第四项线的正弦是负值 符号 三一π加α 这个公式我们用的比较多了 这是第三项线角 所以乘以 负的三一α 说一下 这个首先我们用第三套用的公式 把它看成是负的α加π 那么如果把α加π 看成是这一角的话 那么 负的α加π 它就是第四项线角 第四项线的余弦是正值 所以这一项就得到 cosα加π 而加π又是第二套用的公式 所以再次乘以一个 负的cosα 再看下面 cosα-α 这是第二项线的 这是第四套用的公式了 那么α是 第一项线的锐角 那么π解α第二项线 第二项线余弦值 cosα的相反处 三一三π解α 先去掉一个二π 利用公式一 再看π解α是第二项线的正弦 正值 所以三一α 我们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cosα可以约掉 三一α约掉 负负的正 最后的结果 我们算了等于 三一α 非常简单了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项线 要换解的是 cos一百五十度 乘以cos负五百七十度 乘以 潘晋腾三百三十度 除以 cos四百二十度 再是三 负六百九十度 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 那么 这个式子首先 它没有像我们第一位那样 写得很明确 用哪一套公式 这里是一百五十度 是一个第二项线的角 那我可以把它找到 与一个低上线的角度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 cos一百八十度 减三十度 而五百七十度的相反说 是负五百七十度 它可以写成 负的七百二十度 cos一 负七百二十度 加上 我们来看一看 七百二减去五百七 是一百 一百五十度 再看 一百五十度 仍然不是第一项线的锐角 我们大概再辨 看看 tani的三百三十度 它可以看成是 tani的三百六十度 减去三十度 而分五 再看一看 cos负四百二十度 它可以看成是 cos负的三百六十度 减去一个六十度 而3负的六百九十度 就是3负七百二十度 加上三十度 通过这样把角变形之后 我们可以把角进行化解 于是就得到 cos一百八十度减三十度 这就是一百八十度减的形式 第四套诱导公式了 即便偶不变 所以是cos三十度 而三十度是锐角 一百八十度 减三十度是第二项线 第二项线的余弦是负值 所以符号看向线 cos负七百二十度 七百二十度甩掉 所以就是cos一百五十度 所以我又可以把它写成cos一百八十度 减三十度 而碳线的这个只可以写成 碳线的 负的三十度 再看分母 分母这个地方 负的三百二十度 我们也可以通过第一套诱的公式甩掉 得到cos负六十度 而3负七百二十度 得到的是三十度 我们再来观察 脚大大的进行的简化 但是cos一百八十度 减三十度 刚才已经算过 于是这个地方 它就得到的是 cos三十度的平方 乘以一个 tanj的负三十度 那么这个地方 可以看成零减三十度 即便偶不便 所以得到的是 tanj的三十度 负汗来到前面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得到的是 cos六十度 乘以三十度 把这个问题 全部都变成了 三十度和六十度的问题了 我们既可以淡局 也可以继续化解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cos三十度的值是 二分之根号三 所以这是 负的四分之三 乘以tanj的三十度 是三分之根号三 cos六十度是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所以最后答应得 负的根号三 这个力二呢 非常典型 以后像这样的 它的脚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应该首先 想方设法 把它这个脚 都变成一个 与零到二分之八 或者说 第一象限的一个锐脚 有关的这样一个式子 接下来 可以用右导公式 去处理 把它变成 只需要求出这个 零度到九十度 或者零到二分之π 类的角 这三角号数值就可以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 首先 把屏幕在这里 我们看一看 摊进的二π减α 这道题呢 实际上也是和第一小题差不多 不过在这里 我们看一看 中间出现了一个 扩散二减π 这个是 这个地方应该是 α减π 我们来看 原式等于 分子上面 摊进的二π减α 还是用到 即便 偶不便 符号看向线 那么 这个地方得到 首先是 摊进的α 函数名不便 而二π减 当α是锐角的时候 二π减是第四项线 所以是负值 然后三一 负二π减α 它可以直接丢掉一个负二π 于是呢 它就得到三一负α 因此得到负的三一α 它cos6π减α 这个值 直接得到cos 三一负α 而第分母上面 α减π怎么处理呢 大家都知道 我可以用到第三套右导公式 得到它就是等于 π减α 而三一五π加α 可以先丢掉一个四π 得到三一π加α 丢掉四π 用用到的是公式一 那么这个式子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得到 负的攀进的α 负负得正 三一α 所以 cos负负α 就是cosα 下面 cosπ减α 是负的cosα 乘以 负的三一α 负负得正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这两项 遇到的 最后答案等于 半顶的R 最大顶的同学们下去自己算一算 我们就在这简单的说一说 重要的我们来看一看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在这里 原式 首先把这个四分之四n加一可以分离一个π出来 得到cosπ nπ加上四分之π加上α 再加上一个cos nπ减四分之π 加α 好 这个n式是整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首先来讨论n到底取 奇数 还是取偶数 因为在这里 我们想要把这些公式变形的话 对于n取偶数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到我们前面的公式一 把这一项给丢掉 所以有必要讨论 当n等于2k k属于整数时 原式 它是等于cos4分之π加α 加上cosα减四分之π 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那如果说当n等于2k加1k属于整数时呢 原式它就是等于 cos 这是2k加1一倍的π 那么把2kπ丢掉之后 得到的是 π加上四分之π 加α 加上cosπ 减四分之π 加α 这就要用到 我们如果把这里看成一个整体 把这里看成一个整体的话 那我们就得到前面都有一个π 这就是第二套右等模式 所以在那里 负的cos4分之π 加α 减去cos 减四分之π 那么在这里为止呢 我们把n分成 k 2k和2k加1 进行讨论 最后 要下结论 所以 比原式 等于 分两种情况 把它写下 这道题呢 在这里还有一个参量n 是一个整数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n呢 进行讨论 我们刚才讲到的 例一和例二 例一呢 主要是用于求解一些具体的数值 而例二当中 给出了一二三四四个小题 第一小题和第三小题 直接运用诱导公式进行解决 而第二小题需要通过 我们去变角 将角变为一个与0度到90度 或者说是一个0到2分之π的 角有关的一个角 去进行求解 而第四小题当中 我们特别要提醒同学们的是 当这个角 它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对这个角 进行分内讨论 这是求值与化件题 例三 我们主要来看一看 给条件的求值题 这里第一题 已知的条件是 tanx的α加派 等三 那么由这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求出什么呢 因为它 用到诱导公式可以得到 这个式子实际上等于 f等于tanx的α 也就是说 得到的tanxα 求值等于3 而我们要求解的这个式子呢 是 要求的是 2倍的cos π-α 减去3倍的3 π加α 除以 4倍的cos 4倍的cos π-α 加上3 2 π-α 那么要求这个 就我们发现 这个式子也是一个 与α有关的一个式子 所以我们首先 把它划减到最简形式 看能否直接用条件 那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式子 2倍的cos π-α 用到第四套诱导公式 就得到的是 负的2倍的cos α 这个π加α 用到第二套诱导公式 可以得到 加上一个3倍的3α 再看分母 4倍的cos 负α 用到第三套诱导公式 可以得到的是 4倍的cos 3α -α 这个是用到 d 我们首先用到 第一套诱导公式 得到3负α 然后再用第三套诱导公式 得到 减3α 大家看 现在是相当百贯问题 找到成了 一支 tanx的α 要求 这一个式子 我们想到 上节课所讲到的 同讲三角诺导公式 关系之间 这都是关于 3α 扩散上的其次式 所以我们把分子跟母 同时除一个 扩散上α 就得到了 -2 加上三倍的 tanx的α 方母算是 4- 减去 tanx的α 我们把tanx的α 等于3 带入进来 就得到的是 -2 加上9 等于7 这是4-3 等于1 答案等于7 这个题是 给条件求职 需要 将条件进行化解 也要将 要求的式子进行化解 寻找化解之后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这是第一套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小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小题 cosα-7 分之13π 除以 3 7 分之20π 减α 减 cosα 加 7 分之22π 我们看一看 已知条件和要求的结果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α加7 分之8π 等于A 有没有变成 刚才第一位一样 把这里也写成 α加8π加7分之8的这样去处理呢 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们重要的是要找出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暂时不妨先将这个式子来化解 化到什么形式呢 尽量尽量把它往已知条件上去变 那么根据刚才这道题给我们的启示 很有可能我能不能将这个式子都是关于三亿扩散的一次式的相处的形式 所以这个分事情 我想想是不是也可以用到上下同时处于扩散的形式呢 所以我们就去寻找这每一个角和α加7分之π之间的关系 7分之8π之间的关系 那么看一看 第一个7分之15π加α 与α加7分之8π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相差一个π 所以得到的是 sinπ加上7分之8π加α 好 把这个角出来实际上可以用到的公式2 我们再看第二个角 α减7分之13π 负的7分之13π和7分之8π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实事实上 7分之8π减去负的7分之13π 就是7分之21π 就是3π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三倍的括弹 α加7分之8π 减3π 也转化成了这个角的形式 好 再看一看分子分母下面 7分之20π也和它有关系吗 我们再看 这是-α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角加起来 看一看 7分之20π加7分之8π 刚好是7分之28π 也就是4π 所以我这一个角可以看成是 3 4π 减去 α 减7分之8π 那我们再看一看 第四个 现在我们全部把是刚才转化成了这个形式 我们把这个换成中括号之后 发现这几个角都变成了与它有关的式子了 与7分α加7分之8π有关的式子 所以我们第四个一定也是去寻找这个关系了 7分之22π和7分之8π之间 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相差 7分之22π减7分之8π刚好是2π 所以它就是减去 减去 可三以二把 加7分之8π 加上一个2π 到这里为止 我们接下来就是用右道公式的问题了 你们看 那么就得到了 第一个 π 既然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如果这是2分之π 这个地方是2分之π的偶数倍 函数名古变 三以七分之8π加α 符号看向线 这是锐角的话 这个角就是第三向线的角 所以是复制 再看这个 减三π 我可以减掉一个二π 那再减一个π呢 仍然是减二分之π的偶数倍 所以我们说三倍的cos七分之8π 加上α 符号看向线 那么这个角是锐角 减一个π 变到第三向线去 余显值是负值 所以加上符号 再看分五上面 这个四π可以直接丢掉 所以得到三负的这个角 根据第三套右等式可以知道 这个角如果是第一向线 那么负这个角是第四向线的正减是负值 因此负的三 七分之八π 加上α 这一个数字二π可以丢掉 所以减去 可算以七分之八π加上α 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把分子分母同时乘以负一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以 可算以七分之八π加α 得到的结果是 盘进它 七分之八π加α 加上三 除以 盘进它 七分之八π加α 加上一 我们看 这里最后这个值等于A 大一进去就可以了 它等于A加三 除以A间一 到这里我们把这三道立题讲完了 从这道题我们同学们得到什么启示呢 虽然已知条件这个角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们在做题之前 不要首先拿着题把条件结论都去划解 而是要去寻找一下条件与结论之间 角和角之间的关系 如果能够找出一个直接关系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右的公式去处理这一道题 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usz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